天津女排八小将转会河北 双银运作年轻人机会增加 北京时间11月1日消息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官方宣布 将二队的八名年轻选手租借转会至河北女排 张新月 孟婉婷 叶敏玄 刘欣 刘欣 赵可欣 张萌 张一路和王静怡将有机会代表河北队 中战2021-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再加上此前确认转会到深圳中赛的老将于云伟 天津在新赛季已向外输出了9名选手 天津女排将8名年轻队员租借给河北市一次双赢的运作 全运会后 河北女排面临老将退役 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 甚至没有参加之前举行的全国警告赛 8名天津新秀的加盟将充实河北女排的阵容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该队的联赛建制 在人才众多 对成绩要求较高的天津女排 年轻选手要打上球难度较大 交流到河北队后 有望获得更多实战机会 但河北输出的8名选手中 张新月 孟婉婷 列敏玄 刘欣 赵可欣 张龙和张一入期人 是第14届全运会周期天津青年女排的选手 黄敬怡则是天津沙滩排球队成员 全运会后 二传张新月 接应刘欣 复工变敏玄和自由人孟婉婷 升入天津女排成年队 征战了刚刚在广东江门举行的女排全锦赛